下面我们一起学习第五个专题 中外禁建礼仪之争与跪拜礼仪的废除 讲这个第五个专题的第二讲 那么第二个讲的题目呢 叫做同志朝禁建礼仪的解决与现实思考 那么这是第二讲的题目 那么在这个1873年6月 日本大使叫做傅岛总臣 和西方的几个国家的外交公使 那么在这个中南海的这个紫光阁呀 觐见了同志皇帝 那么这样的长期以来困扰中外的 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跪拜问题 那么在这个同志朝啊 那么基本上就解决了 那么这个同志朝 跪拜礼仪问题的解决 那么解决之后 中外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很多分歧 这个外交礼仪之争啊 仍然在继续 那么这样呢 就为我们现代人 同时也是为当时的一些人 那么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理解中外之间国情的不同 引起的中外之间在外交礼仪上的这种差异 引起在这外交礼仪方面的这种争论 那么第二件呢 我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题目叫做 漫长等待和交涉后的短暂进舰 就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交涉 等待 那么进行了一次进舰 这次进舰的时间很短 漫长等待和交涉后的短暂进舰 那么实际上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啊 像英国 法国 美国 俄国 那么这些国家呢 就不断的向清政府提出来 要求让他们的公使要驻京 住在北京 要进见清朝皇帝 要成帝国书 那么清王朝为了维护 那种传统的天朝体制 对于他们这种要求给予了拒绝 那么中外之间围绕这个问题 就不断的进行交涉 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特别是1873年2月 同志皇帝亲政了 同志皇帝亲政以后 西方驻中国的各国公使 那么就采取了一种公使团的形式 不再是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公使 向清政府提出来 是吧 他要进见清朝皇帝 是以一个公使团的这么一个名义 坚决要求清政府 允许他们去觐见清朝皇帝 那么最初 那么清王朝是给予了婉拒 婉言拒绝 那么后来 那么清政府又说 你如果觐见清朝皇帝 必须行三规九寇大礼 就希望借此呢 使这个外国的这个公使团 为难而退 就不再坚持这种要求了 那么经过了三四个月 中外陈先生反复的争论 交涉 那么最后清政府终于同意 外国公使可以 不向清政府的 不向清朝皇帝三规九寇 就可以不以跪拜礼 觐见清朝皇帝了 那么这样呢 在1873年的6月29号 西方各个国家驻华公使 还有些代办 按照他们到达北京时间的先后 先后的进入了中南海的紫光阁 来觐见通知皇帝 他们进去按照什么顺序 按照哪个人 哪个公使先到中国来 按照道任的这个先后 依次的进入 这个紫光阁 觐见了同志皇帝 那么关于这次各国公使 觐见同志皇帝的 他的一些礼仪问题 我在这呢 简单的描述一下 各国公使进入紫光阁之后 快到清朝皇帝 坐这个宝座之前 大大宝座之前的时候 向同志皇帝 要行鞠躬礼 然后呢 进前数步再鞠躬 往前走几步再鞠躬 那么当这些公使 到达皇帝的宝座之前 到了前面 再次鞠躬 然后就是各居其位 每个人站到自己 应该站在那位置上 那么由俄国驻华公使 代表各国驻华公使 他是作为代表 那么向清朝皇帝 制宋词 外交宋词 那么有翻译 那么来进行翻译 那么这个俄国公使 制辞之后 那么各国公使 再向前走一步 把自己国家的国书 放到前面一个桌子上 这个桌子上 铺上那个黄段子 放到桌子上 然后再鞠躬一次 那么这个时候 同志皇帝 在这座位上 并不起力 只是轻轻的向前 探探身子 表示认可了 表示接受国书了 那么同志皇帝 要对各国公使 讲话 那么同志皇帝 对公使的讲话 是由公秦王一心 从同志皇帝这 接受 接受完了之后 再下去 下到台阶下面去 再转达给 这个翻译 由翻译 再翻译成这个外文 就是清朝皇帝 不直接从公使讲话 是和公秦王讲 由公秦王再转述 那么这样 经过了这个觐见之后 外国公使 那么就退出去了 那么外国公使 在退出的时候 仍然呢 是做个三居功 那么这样 外国公使 那么就算进进完毕 然后做着自己的 这个交通工具 回到自己的这个使馆 那么这样 进进就完了 那么这个日本的 这个公使 日本当时 他这个是叫做大使 这个级别 比这个各国公使高一点 日本大使 富岛总臣 觐见清朝皇帝的时候 他没有采用鞠躬礼 他是采用的座衣礼 那么这是日本使臣 和西方国家使臣 觐见清朝皇帝的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次 外国公使 觐见清朝皇帝 一共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左右 时间很短 那么但是这次觐见 却可以说是 从明末清初以来 中外外交礼仪之争 当中的一个 根本的一个转折点 为什么叫转折点 就是从此以后 中外之间不再争论 外国公使 觐见清朝皇帝 是不是要 行三贵九后大礼 那么他是中外 礼仪之争当中的 一个根本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这次觐见以后 清政府和外国方面 可以说是乐山乐水 就是他们的说法就不一样 叫言人人书 说法很不一样 那么都说 自己在这次 外交礼仪之争当中 自己取得了胜利 都说自己取得了胜利 那么究竟谁是 这次外交礼仪之争当中的 胜利者 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 谁是外交礼仪之争的胜利者 谁是外交礼仪之争的胜利者 我们前面曾经涉及到 就是清王朝 他在外交礼制上 始终坚持两点 在外交礼制上 始终坚持两点 哪两点 第一点 除了翻手国之外 清朝皇帝 不接见任何外国的使臣 也不接受他们的国书 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点 外国的使臣 要想觐见清朝皇帝 就必须行三跪九寇大礼 这是清政府一直坚持的 这个礼制 那么在这个1873年 各国公使进见 同志皇帝的时候 那么在这之前 清政府仍然坚持 坚持什么呢 说跪拜之礼 最观中国国体 跪拜这个问题啊 是关系到中国的国体的 一个尊严问题 最观中国国体 那么他们要求清政府 他们就要求外国公使 必须要实行这个 跪拜 那么为这个问题 清政府从外国的公使团 反复交涉 反复变难 是吧 那么这个交涉了 三四个月之久 那么用清政府官员的话说 叫做 辟小百端 反复辩解 挤于舌臂纯交 口跟舌臟 反复的交涉 那么最后 清政府 屈服于外国的压力 同意外国使臣 可以不以跪拜礼 进见清朝皇帝 那么这种状况 不但改变了 清王朝以来 二百多年 是吧 清朝清朝皇帝 列祖列宗的这种 传统的这种组织 是吧 同时改变了 中国数千年以来的 华夏礼仪的旧制 几千年来 是吧 这些 臣民 大臣 外国的 是吧 这个使臣 见皇帝都要磕头 到同志朝 可以不磕头了 不但改变了 二百多年来 清朝皇帝的 列祖列宗的组织 也改变了几千年来 华夏的礼仪救治 那么我们如果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那么清政府 在这次外交礼仪之争当中 遭到了失败 那么但是呢 总理衙门首席大臣 宫秦邦一新 他认为 那么自己 或者说清政府 在这次外交礼仪之争当中 获得了胜利 清政府取得了上风 占了上风 取得了胜利 他为什么认为 清政府 在这次礼仪之争当中 取得了胜利 他们是有这么四点理由 那么这个一新 在给这个 同志皇帝 上奏折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呀 臣等 并非不知 礼主于静 各有其礼 即各有其境 原不必择外国 以所谓贤 而必与力争详义 这是一新呢 给这个同志皇帝 上的奏折当中 讲的一段话 他讲的这话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讲到敬礼 讲到这个礼 主要是这种失礼者 表示对 他的治理的对象 的一种尊敬 最关键在于 他是不是 成敬 他说中外之间 是各有其礼 中国外国 这个礼节不同 那么他的礼节不同 他所表现说的 这个敬也是不一样的 他说中国 本来是原来 没有必要 要求外国人 一定要使用 他们所不嫌熟的 这个跪拜礼 跟他去进行 什么争论 说原来不必这样 他说但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 陈等 是吧 极力从他进行相争 说我们知道 是吧 各有其礼 各有其境 没有必要要求他 一定要 对清朝皇帝 实行这个跪拜礼 为什么我还要 跟他去反复争 他说主要呢 是为了预防 这个外国人 另外还有其他 这些阴谋诡计 他说 经过我们 同外国共事团的 这种交涉 那么终于使得 各个国家提出来的 这种大无理之事 次第删除 就使得外国方面 提出来那种 极端无理的这种要求 被删除掉 那么意思就是说 外国人 没有实行跪拜礼 说这个问题 本来就不是在于 我们必争的范围里面 当时我们没有想 去争这个问题 是吧 我是想通过这些争论 是吧 使得外国方面 很多大无理的要求 被删除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他认为 清政府已经取得了 预期的 这种交涉的 这种目标 因为他认为 清政府取得胜利了 这是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他们说 清政府经过着 外交努力 终于迫使外国方面 又放弃了 其他的一些 无理要求 放弃哪些无理要求呢 他们说是这样 他说外国公使 在跟宗里衙们 交涉的时候说 说我们这些国家的 大使在国外的时候 觐见外国的 这个君主 都是彼此站立 都是站着他 来这个交涉的 他说呢 我们这些驻华公使 来到这个北京 是代表他的国主 他的国家的这个君主 来办事情的 来办交涉的 如其国主亲来 就像他的国家的君主 亲自来了一样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要求 这些外交公使 外国公使 进行清朝皇帝的时候 清朝皇帝要站着 接见他们 就像外国君主来了 都是平等的 是吧 都要站着 清朝皇帝不能 不能坐着 那么这个 宫秦王一新说 那么经过这个 反复交涉之后 这些叫做 经历过 另一次便捷后 彼等于前向 非礼之说 不复援引 通过跟他们进行辩论 交涉 他们不再坚持这一点了 最后 同志皇帝是坐着接见的 这外国公使 因此他认为 清朝皇帝取得了胜利 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他们说 在这次外交礼仪的 这种交涉当中 清朝皇帝 征得了 比较尊贵的一个地位 为什么他认为 清朝皇帝 征得了一个 比较尊贵的地位 他是这样讲 他说外国公使 虽然没有 遵从中国的体制 是吧 对清朝皇帝 行三国解护大礼 但是外国方面 毕竟是做了 一个重大的让步 为什么做了 重大让步 他是这样讲 他说外国的 这些使臣 去觐见他们国家的 这个君主的时候 国主的时候 是什么理呀 只是 免关三居功理而已 摘掉帽子 是吧 居三个功 说他们的使臣 觐见他们的国王的时候 君主的时候 只是免关三居功而已 他说 但是现在 外国的公使 觐见清朝皇帝 是什么呢 愿意 免关五居功 给清朝皇帝 多居了两个功 因此他认为 这对于清朝府来讲 对清朝皇帝来讲 那么可以表示出 这个外国公使 是倍加恭敬 已将其成 表示出 外国公使 对中国皇帝 是更加恭敬 比对他们国家的君主 还要恭敬 所以他认为 清朝府 在这个外交利益当中 取得了胜利 这是第三个理由 那么第四个理由 他们讲 说外国公使 什么时间 觐见清朝皇帝 在什么地方 觐见清朝皇帝 这些呢 都是由清朝皇帝 最后钦定 清朝皇帝 最后决定的 那么就这一点而言 那么他认为 清朝皇帝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表现出了 他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那么在这个外国公使 进见同志皇帝之后 在北京 有一篇文章 那么从这篇文章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清政府 他的一种心理状态 那么这篇文章 他是这样讲的 说同志皇帝 清政以后 那么外国公使 就要求去 进见同志皇帝 那么他要求 进见同志皇帝的时候 那么大概提了 这么三点要求 一个呢 是预行外国之礼 进见同志皇帝 不磕头 要行外国之礼 那么第二呢 是要带剑上殿 携带着宝剑 去进见同志皇帝 这是第二 第三呢 是地离玉座受国书 皇帝要离开 他的宝座 去接受国书 那么他们讲 说在这个 进见以前 总理衙们 把这些各国公使 集中到一起 让他们演习 进年的礼 就进见的时候 不要出现其他问题 说各个公使 就迫不以为然 是吧 叫做 杰杏然 鉴于辞色 杰杏然 鉴于辞色 背极嘲笑 就是他们感到 非常不满意 就嘲笑 那么但是呢 说到了第二天早晨 英法 美俄等国公使 进见的时候 是吧 态度很高 叫做 待见而入 带着保健去了 那么总理衙们 这些大臣 领着这些各国公使 去纪念清朝皇帝的时候 是美过一门 一门即闭 过一个门 门就关掉了 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 就会给各国公使 造成一个很大的 思想上的压力 那么各国公使 在见了同志皇帝的时候 虽然没有跪拜 没有跪拜